Hi Hi! 今天就和大家說說一些日常生活會遇到的事情 你有去旅行 你就應該知道我以下來說的事情對你來說是很大的影響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回大陸 去日本 去韓國 還有其他地方 那你去那裡一定會說 最重要是什麼? 買機票吧 還有呢? 去到之後 是不是要花錢呢?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是拿信用卡的 不過你去到很多地方不是用信用卡的 你用現金的 所以就會有需要暢定一些錢 我最近發現了 其實也不是發現的 是我弟弟在旁邊的阿靖靖 他告訴我什麼呢? 他告訴我原來有一個APP 可以很簡單地知道一些很實在的資訊 是什麼呢? 是關於搶外幣的資訊 即是有時候我們會糾結 究竟去哪一間搶是最划算的 這個回率是多少 哪一間比較可信 包括我們有時候想去一些小店去搶 或者又去機場 有時候想去銀行對比一下 如果你慢慢對比 真的很麻煩 然後他告訴我什麼呢? 他說這個APP很方便的 你一看 全香港都齊齊了 不是吧? 這個APP可以做到這些東西嗎? 首先我先說 我是沒有收他的錢的 如果他願意的話 快點給我錢 課金也行 什麼都行 我去樂意做廣告 我現在免費宣傳 純粹是給P圖方便一點 或者在看影片的人方便少 這個軟件 或者是手機程式 叫做TT-Rate 好像是叫做 就是TT-R-A-T-E 這個APP其實可以幫你很快速地找到 全香港各個地區每一間的找到店 以及銀行的即時賠率 即時賠率 即是等你搶錢之後就可以知道 最適合你的價格在哪裡 廢話當然是最便宜的那個 那你也要知道是哪一間 是不是有不能搶 它有沒有開 你也可以知道 好了 這條影片就是告訴你 去了解一下這個APP是怎樣應用 怎樣下載等等的 我自己是Android的使用者 我用Samsung等等的 所以我最主要都是說Android手機的應用 如果你iPhone 你可以自己搜尋一下有沒有 我暫時就幫不了你 不過 以我所知 正正是找過 他說App Store都有 即是說 應該是Google Play和App Store 都是同時有這個APP的 好了 現在我們首先用Android手機 去Google Play 下載 打開Google Play 相簽吧 在Search 即搜索欄的位置 輸入 TTRATE T-T-R-A-T-E 選擇TTRATE 應用程式 並且點擊 安裝 安裝完成後 點擊 TTRATE 的應用程式 使用的時候 應用程式會要求你允許通知 允許它其實是方便你日後一些對話的通知 例如它可能會告訴你 聽到哪裏匯率有更新等等的東西 我自己用一個叫做可以信任的APP的時候 我都會選擇找它 當然你不選擇找它也會用到的 進入了應用程式的主介面 就會看到匯率比較的列表 很清楚地看到電匯和現鈔的買賣資訊 好了 假設我現在要去日本 要搶一些日圓 我們就可以在國旗的位置按一下 然後選你要的貨幣 由於我只不過是要搶現金而已 不需要你會電匯的資訊 所以在這裡選擇現鈔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資訊可以選擇全部的 最後按搜尋 在這裡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那個表 舉個例來說 我要搶10萬日圓 就在這裡輸入10萬日圓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找換碟或銀行的匯率 想更方便找最便宜的匯率 可以在現鈔我付這個位置按一下 看到那個三角形向上 即是從小到大的意思 也就是由第一間就會用最便宜的港幣買10萬日圓 如果想反過來 在港幣買到多少日圓 就可以按這個上下的墊咀 然後假設我想知道5000元的港幣買到多少日圓 即是兌到多少日圓 那我就輸入5000了 同樣都在這個現鈔我付這個位置 三角形向上 第一間就是你買到 即是兌換到最多日圓的那間找換碟 好了 現在反過來 我去完日本回來 用剩了4萬日圓 你不要理我用剩那麼多 為什麼 我想對回港幣 怎麼做好呢 你就可以在這個日圓的這裡 輸入4萬 然後在現鈔我收 那裡按一下 看到那個三角形向下 即是由大至小的意思 即是第一間可以搶回最多的港幣 大家可能看到有些是黑色顯示 有些是灰色顯示 黑色即是表示這個時間還是開幕 灰色就說它關了門 明天請早 按進有關的商店 舉例來說 我想知道這間店的資料 那你就按進去 你會看到詳細的地址 電話 聯絡方法 再拉下一點 就會看到它有什麼找換服務 然後再拉下一點 又會看到它的營業時間 然後再多看下去一點 就會看到客戶對這間店的評論 這些評論都可以幫助我們作為參考 或多或少都可以反映這間店的信譽 如果你註冊成為會員 可以用更多的功能 例如向商店 預約訂購 即時對話 讚寫評論等等 按進去這三條線之後 然後按那個登入或者註冊 按 未有帳戶 立即掩擊註冊 按指示註冊就可以了 現在你就可以在這裡 和商店即時對話了 跟他們去詢問 語約 或者是寫評論 這個應用程式 其實還有其他功能 這個位置可以看即時匯率 即是說現時 每一種不同的貨幣匯率的實況 這個位置就叫做地圖搜索 使用的時候 是要允許那個位置的權限 它可以給你看看 每一間找換店的位置 隨便按一間 你就可以看到那間店的詳細資料 好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個APP有用的話 你就下載來用 如果覺得沒用的話 不要緊要你幫我推廣一下 我的影片需要你的幫助 我希望做一些影片可以幫助到大家更方便生活 所以幫我推廣一下 按個Like 給我 很邪惡的眼神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影片的話 不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然後按完小鈴鐺之後 按全部 英文就是 那你就會 所有 第一時間最新的影片 你都會收到通知 在YouTube正常的情況下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讓大家看看 夠了 請 到